好 在這個立法院 这个国会职权修法 争议持续延烧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主办单位说有十万人包围了立法院 也号召大家明天再走上街头 而这一场社群平台上面 定名为青鸟行动 谐音是因为立法院是青岛东路开始 演变成了全台大串联 那大家就发现 相较于十年前的太阳花世代 这一次看不到所谓的学育明星 但是这一次的青鸟世代 年轻人更有主见了 上周五的Friday night 立法院外万人空丧 太阳花旋律的十字重现 和平抗争 国会职权修法 网路罚企青鸟行动 号召公民力量 十字架当地图画出青鸟意象 民众手举标语上街 用皇国昌的谐音 奉此是什么颜色 跟大家喊话 再睡下去民主就没了 全错的人要走上青岛东路 不是我们政治狂热 是你为何如此冷漠 我是台湾英娜 想守护台湾这个家 这起运动让不少人想起 十年前的太阳花学运 太阳花学运孕育了好几位政治明星 不论是黄国昌还是林非凡等人 都被称作太阳花世代 不过这一回青鸟世代 更多的是这样的声音 素人站上站车 分享自己的故事 舞台上也有不同讲者轮番演说 这起活动没有所谓学运领袖 而是公民串起的青鸟世代 还为了要让大家有更多发生机会 这回主办单位规划 主舞台从青岛东路 移到能容纳更多人的进南路上 青岛东则架设副舞台 邀请讲者也有互动区 让民众更能发表见解 甚至就连青鸟这个名称 都不是主办单位所设定 群众来参加展现的是 他们各自的主体性 他们无论用什么名词 来称呼这场行动 也都是大家各自的主体性的展现 那也都很有创意 青鸟行动便利开花 全台十一站大串联 展现公民力量 要将不同声音传进国会里 华氏新闻周术君杨文尚 台北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